HELLO 大家好,草莓妞です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副向线作战 这个新的铁鞋角色 所谓的前排角色一些基本的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角色是我们的海英亲王 海英亲王呢,他第一个技能就是 主炮发射的时候50%的几率会触发这个技能 然后三秒内主炮会提高25%的伤害 这个发射的当下,触发的当下 这个主炮的伤害就已经提升了 那随后呢,会进入7秒的这个CD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选一个主炮 接近7秒的这个CD时间 或者是接近3.5秒这个CD时间 这样他的这个效率啊,轮转的时候 技能覆盖率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好,另外在战斗的时候 如果队伍中有其他一名铁鞋的角色 他自身的装填回避还会再提高 这个是非常简单达成的条件 所以他主炮有提升伤害 那再来配合铁鞋一支 也可以提升自身的装填回避 生存上面也是不错的 好,那第二个技能 每20秒会发射这个特殊的弹幕 这特殊弹是22x55的通常弹 那对甲是100,100,100 总之他打什么装甲都一样痛 而且他本身的火力值很高 这打起来非常的爽 每一颗子弹起码都100起跳 而且他的这个面积啊 然后命中效率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期待说这个弹幕 可以打出大量的伤害 那并且他会随机生成前方一个盾 要么就是生存这个鱼雷盾 要么就是生成这个子弹的盾 那持续10秒 所以他也有护盾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存能力 相当的可怕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铁血里面的重巡的争霸 好,这边有120的罗恩,密尔罗恩 海恩亲王跟欧根亲王 从耐久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欧根亲王耐久第一,没话说 那再来罗恩,密尔罗恩其实都差不多 海恩亲王其实就在他们这些耐久不相上下 所以在火力面的表现 罗恩跟密尔罗恩基本上属性都是差不多 一模一样 就只差在这个火力 海恩亲王比这些人还要高 310火力 这只是基本白质的部分 还没有加装备就已经打到310 跟一般战巡差不多了 那防空机基本上铁血都差不多了 没有非常的突出 那回避方面 诶,罗恩,密尔罗恩回避会比较高点 可是他这边的幸运当然就少很多了 那欧根亲王跟海恩亲王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回避率 好,鱼雷 他基本上他们也不靠鱼雷在打的 好,那装填部分 海恩亲王的装填跟欧根亲王的装填都非常高 182 好,罗恩,密尔罗恩有171 那罗恩这边有一个比较高的加值是在他的技能 他技能可以越打 装填会越高 所以他最多这个加总加到最后加到242 那海恩亲王一样啊 他只要有个铁血的阵营 他也会增加自己的装填15% 所以他这个装填最高也会来到209 那幸运的部分 还高跟亲王最高 所以在生存方面 耐久部分 违避方面 他就是1等1的这个坦克 那海恩亲王有50%至少都比这些罗恩还要高 那主炮效率呢 罗恩、密尔罗恩都是130% 不过有主炮加1 那海恩亲王的主炮效率居然高达160% 见鬼啊 虽然说没有主炮加1的这个优质 不过160%配合310火力 简直就是一个小战群啊 那欧根亲王火力125% 简直是才不能赌 好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一般众雷群 他们都有默认的副炮 那默认副炮都在这边 大概3成10这个武器伤害 那这个海恩亲王呢 你只要突破之后 他马上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特殊副炮 这特殊副炮是4成21 非常高的一个伤害 那最后换算出来的这个伤害是 DPS是31.77 简直都是比一般的众雷群的DPS还要再翻倍 所以基本上 海恩亲王的火力很高 副炮又是翻倍的情况下 那主炮效率那么高 所以他的输出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我们这边来谈一下 就以坦度而言 欧根亲王大概就是大于这个海恩亲王 那这个罗恩其实跟这个海恩亲王 是不相上下的 因为坦度的问题 要看这个幸运回避 还有开盾的这个效率 所以我认为 海恩亲王跟罗恩是不相上下的 那当然是大于这个没有罗恩的 这个输出部分呢 缪罗恩点定是最高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说 这个缪罗恩 他有特殊的弹幕 然后还有特殊的增伤的这个效果 所以以输出来说 缪罗恩的伤害绝对是低的 不过我们刚才也讲到 这个海恩亲王 他的火力 他的弹幕 他的增伤 他的副炮 种种原因 都让他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普通输出的境界 他的这个输出已经接近缪罗恩了 当然会大于我们这个科研罗恩 当然是远大于我们这个欧根亲王 所以整体来说 这只海恩亲王 不论是在坦度上面 在输出上面 都是一等一的一个重训 这只抽到简直就是飞天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主炮选择 我们刚才说 如果要卡这个技能7秒滴滴的话 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主炮 首先你可以单船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彩炮 我说单船就一个人 他就一个船没有跟铁血阵营的话 你可以选彩炮 那个彩炮上去呢 大概就是靠近7秒 只不过如果你要配合其他铁血 因为会有那个装填buff 或是有其他铁血阵营的buff 如果有加装填有猫啊 可能你装这个彩炮 就会低于7秒 那反而会拉长 你在这个CD时间又多发炮 反而会有这个发炮的空窗戟 所以如果你要配合铁血的话 你可能就没办法用彩炮 另外一个这个得意志283呢 这个肯定是大于7秒 而且绝对不会卡这个技能CD 不过这个炮有一个缺点 他是跨射 而且他都挑的目标很奇怪 他都挑最远的目标 而且很容易抑伤 抑伤就是overheat 把敌人打死了 他的炮还是往那边射 所以这门炮尽管伤害很高 可是会有抑伤的情况下 而且打都不是打到我要的敌人 都打到后排的杂鱼 所以不是说很推荐使用 另外这个扎打炮 他也是肯定大于7秒 不过他这个炮也是很特殊 他只针对中甲敌人有奇效 他对中甲的效率特别高 反而对轻甲中甲很弱势 如果你的敌人是中甲属性的话 那用这门炮肯定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还是不要选这门炮了 另外这个裁菌炮 新的科研炮 那这个一定是低于7秒才会发炮的 所以他会卡到这个7秒的CD 不过这个炮的好处是 他对轻甲中甲中甲的补阵都很高 适合你在这个道中混合敌人 因为道中很多敌人嘛 有轻甲中甲很多敌人 所以他可以升任在道中的一个环境 还蛮不错的 那剩下的话 你可以选以前这个科研炮 好这边都是低于7秒的这个科研炮 如果针对这个boss虐菜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路易炮 因为他的CD很短 那高发射 然后也可以期待他有全弹发射 所以基本上虐菜我都会选这个路易炮 那如果是高级一点的 要混伤的 我可能就会选这个蔡菌炮了 好那这边如果虐菜用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火控 那还有这个加火力的对空 就是虐菜嘛 那高男的话一定就是选这个 加命中的 还有加这个回避的 剩下就是看你要加这个挡雷板 还是维修了 好接下我们看下一台 轻循纽伦宝 纽伦宝的第一个技能呢 是每战斗15秒的时候 会发出这个特殊弹幕 那这特殊弹幕呢 是15x32的穿甲弹 对甲补阵 75、110、75 他是没有任何穿透能力的 所以他只能打到就没了 好另外在战斗后呢 会增加这个潜艇的经验10% 他是游戏里面 唯一一台可以增加潜艇经验的船 那以后要练潜艇经验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要带他出去了 好那第二个技能呢 第二个技能就是进场会提高自己的雷击 基本上他的雷击值还不错 然后雷击效率也很高 那他是轻循防空也一定不错的 再来他可以提高这个铁血阵营的防空15% 我们都知道铁血阵营的防空不是很高 那有了他整体的防空就会起来了 那如果要面对这个高防空压力的地图的话 其实应该带上他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好另外他也有打飞机的技能 这越打防空越高 最多叠三层的就是多提升15%的这个技能 好不过现在铁血里面的轻循 其实还蛮多强者的 像是莱比锡还有美音质 其实都是佼佼者 如果你真的要选一台轻循上去打的话 可能会优先选这两个 那纽轮堡这一次的这个skin 其实也是包紧紧的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的兴趣 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潜力股 未来如果出现什么泳装啊之类的 露出度更大的话 我相信应该会把他练爆才对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下一台驱逐2-8 驱逐2-8第一个辅助技能 就是所有的Z区在命中炮击都会提升 那防空也会提升 那如果有自身以外的Z区的话 他会提升自己的这个属性 炮击雷击然后反潜都会提升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核心的Z区的buff 好那第二个技能 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就是普通的拉烟 拉烟就是提高前排的回避率 那此无此之外 他也会发出这个特殊弹幕 拉烟发出特殊弹幕呢 是20x66的高爆弹 对甲补阵18060 对轻甲补阵比较高啦 而且实际的打起来的感觉 其实还蛮长的 发炮了蛮长时间 不过这个拉烟的这个几率也是 很低啦 除非你的旗舰受到伤害 那有机会 有70%的机会哦 再次触发这个弹幕还有拉烟 就看你的旗舰会不会被打到了 一般来说都会有飞机撞到后排之类的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Z区的核心 那我跟Z1来比的话呢 首先他有提高整体的炮击命中还有防空 那Z区Z1呢 他是提高炮击跟回避40% 其实相当的多 而且就面板属性 改完的Z1整体的这个属性压制 都完美完胜这个Z2吧 不论在火力啊 在这个血量啊 回避啊 雷集方面都是完美压制Z2吧 而且属性给的相当的多 那另外的改造周 他也有特殊的弹幕 然后也会减少这个前排的航框减伤 其实是蛮好用的一个技能 那他的存在 就是只能在额外强化自己 所以就以额外强化自己的这个属性 还不及已经改造完的基本属性 所以Z2吧 很简单的是打不赢Z1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驱逐Z24 Z24呢 第一个也是防御技能 他对这个驱逐巡养会提高伤害15% 那如果这个其他的Z区呢 耐久低于30%的时候 也会触发另外一个技能 就是会降低他们的伤害 减少30% 并且提高自证的炮击雷击装天15% 每场战斗只触发一次 也是自强化的意思 所以他本来就对轻循啊 对驱逐有增伤 那低耐久的时候 还可以触发宝牌 跟这个自强化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红技能呢 就是每场战斗 每20秒都会触发这个弹幕 这个弹幕呢 有两种 一个是高爆弹 一个是穿甲弹 还蛮帅的 交叉型的 其实是蛮帅的 很显眼 那另外就是在战斗中 每击破一艘船 可以提升自己的炮击雷击 那最高跌约5成 也就是总共是20%的炮击雷击 还算蛮多的啦 那这边我们也不免俗要 跟这个Z23来比 一个是自强化 那Z23也是有自强化 直接发炮就提升60%的炮击值 非常的高 另外改造完 每20秒也会有这个几率弹幕 还有100%爆击率的这个恶心的技能 还有开盾 所以在生存上面 在输出方面 在火力值的表现 完美压爆这个Z24 那除此这边的属性 已经是把所有的技能都开出来 才有可能最高跌到160%的这个输出 或是这个装填 都不及已经改造完的Z23 那属性方面 这个第一个 主炮效率 Z23已经达到175% 尽管它是160% 已经很厉害了 还是不及这个Z23 所以整体而言 就输出就炮熟的角度来说 Z23也是完美压制 这个Z24 最后如果你是地区的爱好者 就以Z23这个组合来说 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强势 那你说Z24Z28 他们其实都算是比较偏坦型的 这个炮区 那至于Z46 就看你想要跟谁配了 当然理想情况当时 都跟Z23跟Z1一起配 也不错的 那你也可以说 把这个宝牌的Z24 拉到这个Z1的阵营 或者是把这个Buff 防空的这个部分呢 Buff在这个Z46上面 总而言之 整个Z区来说 还是金皮的预战家 可能会比较好用 那这个新出来的 新手可以用 那如果没有改造素材的话 这两支炮具 在D号的表现 在一般推图的表现 其实也是满亮眼的 好 以上是这一次 这个新的铁血船 前排角色的一个相关介绍 那下一次我会把这个后排 还有剩下的这个潜艇 一并介绍完毕 那敬请期待 好 我是草蜜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